下拉清單選其中一個,它後面的資料帶出來 如果刪掉一個,它就自動把資料刪掉了 刪掉沒問題 其實用起來還蠻方便 所以以後要查資料,這樣就真的很容易了 一輸入就OK了 如果你要輸入編號,其實最快的方式 有時候還可以用那個,像現在你們去買東西的時候 它不是會用那個調碼機嗎?一掃B 它其實一B之後,其實那個調碼裡面就是一個編號 然後它就會自動輸入進來 輸入進來之後,你想說為什麼它這麼方便 一刷,它就可以直接知道說那個東西賣多少錢 有沒有,然後最後幫你加總 其實背後,其實原理很簡單 就是它一刷,其實刷ID,刷那個編號 然後輸入進來有點類似像這樣子 自動幫你把這個編號後面相關的資料帶出來 尤其是價格有沒有,你會發現在那個 像一些便利商店它一刷 上面都會顯示說它這個 這個產品的相關的訊息 有沒有賣多少錢嘛 然後什麼名稱等等的有沒有,那就出現了 那主要其實原理原則跟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換一個環境而已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概念的話 那其實找資料就蠻方便的 OK 所以這個就是資料庫的原理原則 那背後其實就查詢 把相關資料查回來 那可是最後還有一個地方 這個背後我們到 我是用到20列 20列這邊 背後其實都有放了公式 所以有心的人 只要有標放在這邊 你原來是用這個方法 那可能就有同學問說 那如果我今天不希望讓別人知道 我是用這個方式 自動帶出資料的話 那有沒有辦法把這邊的公式隱藏起來 不要讓它看到 最後的話順便講一下 你們把公式隱藏 隱藏的話很簡單 但是要必須配合一個功能 就是在教育裡面有一個保護工作表 保護起來 保護工作表其實保護的主要就是說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也好 或者是它的公式也好 所以主要是資料能不能被變更 或者是說裡面的公式能不能被看到 大概就這兩個 那怎麼做 首先我要保護的是 從B2到F20 所以我第一步 各位注意一下 先把這個工作表全選起來 全選的話就在左上角這邊有個箭頭 這個有個三角形 倒三角形 點它一下 全選 這個意思是全選這個工作表的儲存格 然後按滑鼠右鍵 選擇儲存格格式 它本來是數值 請你切到保護 關鍵就在這個保護 OK 那請你把保護的選項 打勾通通拿掉 鎖定的話其實就是要保護的儲存格 不能讓它改寫 隱藏的話是隱藏公式 那主要我們是透過這個隱藏公式 來幫我們把公式不讓人家看到 所以呢 請第一步 把這個打勾如果有的通通拿掉 就變成通通全選完之後 通通沒打勾 按確定 那意思呢 我全部的其他儲存都不要保護 只有我選的那個範圍才保護 哪個範圍呢 按確定之後 第二步的話呢 再把B2到F20 比如說我這個範圍我要隱藏公式的話 那你就選完之後按右鍵 再一次 出現個格式 把它隱藏打勾 那隱藏指的是隱藏公式 OK 然後你按確定 那目前還沒隱藏 那怎麼讓它生效 它剛剛有提示 站到教育裡面的保護工作標 然後呢 直接按確定就可以 當然啊 我是建議還是 輸入一下密碼 如果你沒輸入密碼 很快就被破解掉了 就按確定好了 我先假設沒輸入密碼 按確定其實就可以work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要放這裡 公式不見了 有沒有 那能不能work 看一下 一樣可以work 但是公式 就不能讓它看到 但是其實有新的人 他應該就知道說 你保護的地方 應該是在教育裡面的 這個工作表 我看到有一個 保護工作表的狀態 是鎖起來的 那如果說你沒加密碼 他就再按下去 就取消了 有沒有 馬上看到 所以感覺好像是 只防君子不防小人 有點像是 你保護了 但是你沒有加密碼 所以呢 如果你比較安全的做法是 然後輸入密碼 我輸入1234好了 這樣比較好記 1234 按確定 好 試一下 那如果有新的人 看不到對不對 他教育取消看看 他要跳密碼 所以他如果不知道密碼 他亂輸入 比如說輸入4個0 不對 按確定 不行喔 密碼不正確 就沒辦法看到 這個當然有點像保護你的智慧 因為你想很久才想出來公式 你不希望輕易被人知道的話 那就可以加個密碼了 OK 這樣就萬無一失 我現在把這個正確1234好了 密碼你也不能忘記喔 忘記的話 可能也沒人會知道 之前有同學 密碼忘記跑來問我 我說你都不記得 我怎麼會記得 對不對 OK 所以這個密碼可能還是自己要記得 然後 我把重點提示 1 全選 記得喔 如果你要加密的話 請你先全選 然後先把 這個兩個打勾都取消 意思是說全部都不保護啦 OK 先全部不保護喔 然後再把你要保護的範圍選起來 就這個範圍 然後把它 隱藏打勾 隱藏指的是隱藏 公式 同樣道理啦 如果你打勾鎖定的話 就是除了保護公式之外 隱藏公式 也會讓這個儲存格不能寫入 不能修改的意思 所以以後不能修改 其實你就打勾鎖定 它那個儲存格就不能改了 除非說它知道密碼 才能夠修改 這個可能 我想這延伸性自己再玩玩看 滿好用的 然後印倉喔 然後如果WALK 就是教育保護工作表 1234 1234 這樣就OK了 請各位試試看 密碼盡量就輸入1234好了 不然我如果要看你的作業 我不知道你會亂輸一個 我要看對不對 我也看不了 OK 不然你就輸入1234好了 好 原則上今天的練習大概先到這邊 那記得最後存檔的時候 確定一下 它的檔案格式 是不是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因為剛剛我們有用VBA 如果你沒有啟用聚集的活躍部的話 那程式就全部消失了 那我已經把那個作業 放在那個作業區 就是在Portal有開一個作業區 所以請各位把今天的練習部分 把它練習完之後 一樣上傳到Portal OK 那今天的作業 原則上就是這個 這個飯店管理的 第二 之二的這個作業 OK 那主要重點就是 VBA VBA部分 所以一個這個清除Biolis 然後一個是下拉清單 那不要看到這個公式出現 OK OK 試試看喔 OK OK OK